比較搖滾圈樂團的歌嗎 我上我們男生團體 絕對是不會聽 東區... 你可以不要這麼突然嗎 有聽啊 當然有聽啊 每次KTV一定要唱啊 是... 你的東區東區這個團 好喜歡喔 今天就來到我們的現場 而且還跟非常多人的偶像 鄭俊雯一起貼身合作 我們現在歡迎巴掌優 歡迎 大家好 我們是巴掌優 哈囉 我是西貓蜂小君 哈囉 我是家小流逼 我是主唱阿波 我是布朵阿諺 哈囉 我是菲律的大天 恭喜巴掌優 新單曲 謝謝 恭喜... 怎麼會有這樣的發想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去年的 新專輯做完之後 除了跑表演跟演唱之外 我們就覺得 其實樂團可以做很多翻唱的 很好玩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提出了 神曲大帝國這個想法 然後我們就覺得 如果可以問看看 能不能找到原唱 跟我們一起玩的話 問看看 其實滿有趣的 對 然後結果那時候也是抱著就是 被打槍就算了的心情 被打槍 對... 預想好了 對... 因為Semi他進行 他的重心都是在演電 然後... 你在重訓嗎 對... 重心在重訓 超重的 他常常在那個... 他常常在... 他很重訓喔 他六塊肌耶 他六塊肌啊 他超精實的 所以你們是有現場看到 那個精實的那個照片 他有PO照片在那邊 因為我想說你們合作 他MV 他也是都穿皮衣什麼的 對啊... 怎麼會看到他的六塊肌肌 因為那時候去錄音的時候 他就有說他都會在健身 對 然後本來就說什麼 我們拍MV的時候 可能也要露六塊肌肌 當天來尬肌肌 所以大家就想還是好好拍MV 是沒有人在健身的意思喔 不能認識你拍MV嗎 為什麼 就反而是因為我有附近 然後你們沒有這樣子 好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合作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版本 非常的搖滾 但是想到眉飛色舞 每個人都會在KTV裡面 點這首歌對不對 然後就會就是會 你知道會跳一些 你知道有什麼 你們自己也在MV裡面有跳 就手套舞 對不對 還有方塊舞 你們怎麼也有方塊 我們年紀太少了 你知道嗎 你不要騙了 什麼是手套舞 什麼是手套舞 還是要上個光雙有真套的 家裡有十幾號白手套 但是至少你會跳吧 我很CUE啊 沒有這個一下 不要亂CUE啊 老師音樂 對 真的來喔... 好啊 最基本的 好會 而且好帶勁喔 好 再來一個猛的 好 還有啊 這是什麼 但是你們自己有的 亂裝... 誰要給我一起... 對... 好 換你腳... 空外部喔... 空外部 我可以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我們... 我們還在跳起來 電流... 不行... 不行... 換你... 換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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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要組織會 你可以給你嗎 是不是 很妙 對啊 你們自己MV裡面 我剛才怎麼會這樣子 那不是我那個年代的吧 就跟你們說不要再騙人了 對啊 為什麼我會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 為什麼 剛剛那是什麼 剛剛那是好熟練喔 而且音樂現在馬上就會 對啊 那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這是我合作的感覺好了 感覺 其實最早去 是我去香港跟鄭修文 在做配唱 然後我們的編曲是在台灣完成的 然後去香港配唱這樣 那時候就是一日來回 一天來回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在忙演唱會 那就是一天的時間 就要把它錄完 那可能因為天后也唱過好幾 好幾萬遍 很熟了 對... 然後其實本來那時候設定是 可能會唱晚上 可是很快就唱完了 對啊 就是天后就是天后 對 那你們是不是 他算是你們自己 真正的心中的偶像嗎 當然 算小時候 而且也不能想小時候 小時候 對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看你們的MV 裡面的橋段是你們在KT裡面 那個畫面是你們以前有 有這樣子過的嗎 以前是把它演出來嗎 因為我們的MV 一開始是設定在2000年 對... 就是這首歌發行的時候 沒錯 對 然後而且我們MV很特別是 我們在MV進到那個畫面裡頭 Semi是在也是一樣跟前的地方 一樣的場景在那個車子上面 從車子出來 還有在一樣的地方對嘴 對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 他是致敬一個就是 把這個翻完之後做得很有趣這樣子 但是因為你們就是要 出個專輯叫做什麼 神曲大帝國對不對 想當然他們對神曲這件事情 一定非常了解 因為每一個年代都有不同的 神曲 金曲 很像偉賢 我爸爸在家裡就會有那種 什麼舞曲大帝國 不是你爸爸 是你本人嗎 舞曲大帝國 那種很多英文 舞曲大帝國是什麼東西 就是會有很多英文 那種動字動字動字的歌 對啊 舞曲大帝國就是以前 CD還很流行的時候 他們會跟每一個公司 買他們最紅的歌 然後出合集 就是廣告裡面聽到 2015年最新大帝 對... 舞曲大帝國 你到底是哪個年代的人 你不是年輕人嗎 對 跟什麼年齡 跟什麼一樣 你為什麼我會跳拍什麼 然後你會講這個 對 但是我發現 因為其實我看你們的MV 然後也感覺到就是 這首歌其實是非常的搖滾 然後你們還特地寫了一個 台語rap 對 為什麼會請Sammy 要唸台語 是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在發生 就是因為 對 因為其實就是 梅飛色舞這首歌 對台客們來說是 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 沒錯 就是大家就是改車 放重低的歌 一定要放梅飛色舞 可是我知道了 他可能就是側音享用 對... 那個大腿要廣告 對... 就是業界的標準 業界標準 對... 剛剛老爸都會震動還可以 對... 你的車好不好 聽梅飛色舞對不對 對啊 那加RAM的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其實他對於台灣的 影響很大 對 那時候小朋友們影響是很大 那覺得這一次 跟天后能夠重新合作 那希望能夠做出 撞出一些新的東西 那所以那時候就有 跟Adea老師就是製作人 還有天后那邊提出說 如果唱台語好不好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寫了兩版的rap歌詞 一個是國語版 一個是台語版 對 然後天后也... Semi就說 他好來試看看這樣子 對 就其實滿有趣的 他是選台語版 他就選台語版 然後我們就 再錄音室就是試台語版 然後東遊音 他應該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應該不知道 他應該不知道 他應該不知道那個意思 就是有稍微解 他把催樓變成像 他以為是哭的意思 催淚 催淚的意思 對 是催樓還是催淚 催樓應該就是 就是送給你的意思 對... 然後他以為很催淚 他以為是催淚 他以為是催淚 他想說阿浦是一個 很感性的rapper 對... 我說為什麼我唱舞曲 還要催淚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加入一些 台語的元素 希望能夠給大家有更多的 新的感覺 所以我錄最久的 就是唸rap那邊是不是 其實 其實Semi真的很厲害 很快 真的很快 一下就錄完了 沒有語言上的就是那個不順 這樣子 就是簡單教一下 他也就可以聊天 我們要花比較多時間 在聊天吧 對 你們花很多時間在聊天室 因為也太快錄完了 沒有啦 因為一下就回來了 對 因為那時候剛下 就下飛機然後就去錄音室 然後就趕快錄... 錄完就回來了 那你有正式在舞台上面合作嗎 因為你們在跨年的時候 其實是放Semi的聲音對不對 對... 其實如果有機會 真的滿希望能夠現場合作 因為他當期其實也是很緊 對 說到舞台上合作 那不是就剛好了嗎 對 希望我們2018年 91號的小佳演唱會 Semi可以來動唱 對 要恭喜你們 這9月要開演唱會 恭喜你們 他可能會差一個條件 就是你們全部都要見我們 六塊錢 六塊錢 沒有六塊錢 沒有 六塊錢才可以跟他 他要來的話我們當然練到他 他有賣那個衣服有沒有 常常你覺得六塊 對啊 他就用那個烤肉架 烤肉架 來一個女生承諾一下 對 烤肉架 烤肉架撐一下 不過這裡是你們出道15年 玩團15年 玩團15年 其實我們正式在流行音樂 市場發片是大概5年前吧 5年前 5年開始 對 到現在 然後終於可以再上小巨蛋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都是在台大體育館 對 然後後來一直跟妖怪們 就是我們的歌迷們承諾說 要舉辦完演唱會 但今年終於可以完成了 對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演出 除了六塊雞的部分 就是可能會想 你是六塊雞已經進入 對 江浩 我知道 會邀請 當然 邀請郭靖來 小心在滑兵 對 一起來滑兵 對 一起滑兵 我們之前有一些 好想去 也是樂團有六塊雞 然後又有郭靖六兵 你們是不是還想要 那個劉B再次的受傷嗎 上次因為滑兵 因為我們一起在小巨蛋 有一場演出 是要一邊滑兵一邊唱的 對 然後我本身就不會滑兵 但你們我記得很厲害 我們有練 對 我們有滑水 對 可是你看起來是安全下裝 對啊 對 因為我有就是跟老天爺說 拜託... 是有人有受傷嗎 就劉B 劉B腳受傷 對 他的腳被劃到 對 阿甸也有受傷 阿甸也有受傷 而且阿甸被我的冰刀踩到 而且阿甸超慘的 阿甸是在我們最後拍那個 就是大河蟹舞 演出完 演出完才出來 然後回家了 這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結果回家才送急診室 辛苦了... 神經反應滿慢的 對... 那像你們 竟然從剛剛你們對團中知道 你們對神曲跟電音有一個 那個定義你們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今天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測驗 神曲的大測驗 你不知道要幹嘛 我知道 對... 對... 不知道 我知道 有講出來 阿甸 有這件事情嗎 對... 所以我們有準備一些道具 神曲KTV是不是大考驗 沒錯 所以裡面有幾首歌 五首歌嗎 五首歌 對 每個人都要唱 每個人 不管你今天是貝斯手還是鼓手 都要開口 你以為今天來通報這麼輕鬆嗎 是抽到什麼歌 妳就要唱什麼歌 妳就要唱 對 提示一下裡面 很能有你們自己的歌喔 不要不會唱 對... 可是沒有唱到來沒那麼好過 就是你會發現 我們這邊有精美的禮品 精美禮品 這樣你們可以拿禮物 你會這樣說 102顆雞蛋 就是說如果沒有唱對 唱不出來 就要直接接受懲罰 沒錯 你會抽我們的這個懲罰 對 然後我們基本上 會有一個最基本的懲罰是 偶包 這太重了吧 這很重耶 這很重耶 裡面有5瓶礦泉水是滿的 然後基本上我覺得 你們如果都有附接的話 可能這兩瓶會再放進去 我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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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直接拿幾個出來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輸一半 好 我們就來考驗你們 到底是不是這個神曲王好不好 來吧 好啊 誰先 誰先推拍一位 誰先有神曲王 好 從我這邊來吧 好 不愧是跟我一起 超過方塊這樣子 真的是神曲 電流... 好 隨便抽一個 Cue也是滿好笑的 電流... 其實是人體點波機 可以鏡頭拍一下 好啊 他是人體點波機 唱得比較好是不是 2018年9月1號 83號 台北小巨蛋 這個是什麼 不是喔 另外Cue新聞 太傻 太傻是烏錡賢大哥 對 烏錡賢大哥的歌 好 來了... 老實起來 要抓到Key了喔 OK 1 2 3 不行嗎 不行啦 不行啦 拉... 拉... 這樣不行啦 不行 拉... 其實我太傻是什麼意思 好 其實我真的只會投兩千 對... 小巨蛋厲害耶 我們歡迎懲罰箱 這麼棒... 我懲罰懲罰 小巨蛋都過不了 我們應該不行啦 我剛剛說不過夢耶 我剛才說我一定會過得到 後面要選過來就是不要拉... 拉... 拉...是證明自己錯的 不要拉... 也可以 不行啦 可以 好 來喔... 你們知道我要說什麼了吧 小巨蛋的新聞 我的懲罰箱是2018年9月1號 不要這樣打碰到 不要這樣打碰到 這招很厲害耶 懲罰是 背著五瓶礦泉水交互蹲跳 10下 這麼快我就要背礦泉水了 沒錯 它蠻重的耶 真的假的 它是應該蠻重的 它是我拿過最重的背包 我可以仔細看嗎 對 蠻重的耶 這個太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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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剛說流鼻的背包 就是我沒有摸過這麼重的背包 掉了... 小巨掉了 所以是交互蹲跳 對 交互蹲跳 像標準的那種嗎 還是... 好興奮到 這什麼是音樂 10下... 10下... 1 2 1 2 1 2 3 1 2 3 1 2 3 不行了 這太快了 我不要跟胎子 我會兩回一次 10下好 樂手的職業病 送到跟胎子 1 2 你褲子是不是太假了 3 7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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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10 OK 6 6塊肌養成了 對... 腳很痠 趕快把他拿下來 腳很痠 他很痠 真的很重耶 這真的很重耶 怎麼都要數筷子有點好笑 好啦 那下一位你們推派 來啦 來啦 好 你腳真的很痠 鵝鼻加油 基本上我完全就是 來送死的 來送死的 沒錯 看一下什麼歌啊 我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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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行吧 5566我難過 可是... 可是我完全 我真的是沒有被割死的腦 好 沒關係 頂多就懲罰 這邊沒有字幕很難 不是 劉B 看螢幕上 劉B的臉真的好難過 真的耶 真的很難過 對... 這一首歌真的很紅 可是我真的記不起來歌詞 沒關係 不是因為這 沒關係... 老師音樂 謝謝 完全不給他留情面 有被我們提示你第一次 好 我難過... 好... 好 來 1 2 3 對... 我難過的是忘記你放棄 我放棄的 1 2 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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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對 麻煩 妳的那個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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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人生很沒有希望 一直放棄自己 我放棄了... 我放棄了... 怎麼都要放棄 好 看得出來你真的放棄了 其實我可以直接抽這個 對 對... 為什麼懲罰呢 為什麼懲罰 追又平放 追又平放 劉堂路 劉堂路 YA 劉堂路 我們抽掉了 沒抽掉了 等一下 這每一個懲罰裡面 都一定要先背一個 這個懲罰到時候 應該會再塞回去吧 應該會塞回去好了 可能不會 我不會嗎 你現在是把你的團員這個前男 所以我已經把千王抽走了 對...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典禮 就是加水典禮 劉堂自己 把這個第六罐的水加進來 等一下 這樣子還要加水喔 對 真的 傻眼 真的很重耶 真的滿重的 再來... 所以天堂路 我要拿出來了嗎 我幫你拿這張 真的嗎 好... 可以把它放回去嗎 不行... 不行喔 所以我太快把千王抽走了吧 對 沒錯 所以你要脫鞋喔 要脫鞋子嗎 Oh my God 可以... 不然... 不是... 不然你胡胡前進好了 六罐水太多 我都覺得有點... 今天就有點心疼 會的走... 來... 胖神燈是不是 好 平常... 你平常走過健康步道嗎 平常沒事是不會想要走的 OK 好 今天就趁這個機會 我會去走線 要是不是 加強他身體循環了 好 好 Yeah 5... 5... 6... 走 我發現有點太雀躍了 真的太雀躍了 滿厲害耶 我覺得OK耶 你身體不錯 還要再走回來嗎 沒有 手房都這麼長嗎 如果你願意的話 對 快樂... 快樂... 我快樂 OK... 很不錯耶 完全挑釁我們的健康步道耶 對啊 身體很好 劉B 這個好像不夠健康耶 真的 應該健康一點 我剛剛一起他結束之後 還把健康步道超壞 跳過 我還是說你掛在他身上 走健康步道 對... 對... 還真的 我已經不是了 你要不要把皮包是拿下來的 不要... 真的耶 好... OK... 身體循環很好耶 身體循環 對 我覺得好像現在心跳有點快 好 你趕緊休息一下 下一位誰 下一位... 我跟阿浦 阿浦 阿浦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沒有我 主唱應該也沒有問題吧 沒有 我基本上 只要沒有提時機 就沒辦法表演 這集的歌也是嗎 當然 你唱了... 送了... 怎麼可能唱錯 這不可能唱錯啦 唱錯就好笑 對啊 但是沒有... 送我看 對... 唱跳... 唱這次要怎麼跳 第一個是不是艾德喔 艾德... 艾德 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喔 來到美飛色舞的場合 快和他的衝動他的經過 躲起腳後空 跳起來... 不好意思 站起來 你一直看 硬是不想離開座位有沒有 快 那可以踢踢嘛 為什麼硬是不要離開座位了 為什麼... 他已經到哪裡了 復刻了 1 2 3 4 你說我要 結果 從前不必停留 你說我要 一戰鬥再來過 懶得 女的 都不要再得厚 自由 自由 現在就要自由 艾德蠻強耶 是不是沒辦法 一邊唱一邊唱 真的是主唱耶 他剛剛想要打出夾當 對 你剛剛說風配舞 他就當唱快舞 然後就一直這樣 就一直這樣 不是 我剛剛... 不可以... 現在有作用... 好 現在通過了耶 好 主唱過關 好 過關 好 下一位 好 下一位 阿店嗎 好 我來吧 好 我可以直接投降書以盤 沒有... 你還有機會來電歌 你要這次有自信 我... 我對... 我對... 懲罰頒有自信 我們要頒發這個 成功的這個 恭喜 恭喜... 我們是有講有罰 好嗎 帶回家 來囉 可以幫我搬一套爵士古怪 我可以打這種歌 唱錯可能要退場 太難了啦 太難了啦 可是你記得歌詞嗎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對啊 哪一段啊 是哪一段 因為他們通常只唱副歌 是喔 好準歌喔 好副歌啊 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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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啪聽 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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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不要聽 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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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那個退後是什麼意思 那個... 那個被迷入水啦 那個... 那個什麼意思 那個什麼 僵屍配置 基本上今天抽到這一個歌的意思 放手 對啊 基本上你今天算是好運啦 恭喜你的 運氣好 恭喜... 太好了... 好啦 我們剩下八天了 好 來吧 八天就收了啊 我只剩一個嘛 對 八天感覺很緊張 對啊 我超緊張的 9月1號發生小字的緬招會 我願意 我願意是王菲的那個嗎 怎麼唱好不好 幾個屁了 我願意 我願意... 而且為什麼要拿著這個 1 2 3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為你 不對吧 對... 真的嗎 對... 可是我不知道後面的歌詞耶 一樣 還是一樣的啊 還是一樣啊 我知道 八天真的很想要運動一下 是嗎 成功 這樣是唱成功嗎 成功了嗎 成功了嗎 來... 我聽到這個歌詞耶 我根本不知道後面的歌詞啊 我願意為你 一樣還是我願意為你 然後咧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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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放不住嘛 一直都我願意為你 我們要討論到什麼時候 來... 直接來的啦 對啊 9月1號巴塞要小巨大的 演唱會 為什麼永遠都是礦泉水啊 這個海要推得礦泉水 對耶 它是固定班底耶 那個大魔王耶 不會... 其實這個還好 因為八天真的還在練 八天還是有可以的 那我想你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我要練什麼你知道嗎 練什麼 鮪魚肚 這有需要練不就練嗎 每天喝一塊 每天都有練啤酒對不對 每天都來練 每天都來練 蠻重的 我們要對著鏡頭做 你練嗎 因為它怕會掉下來 對啊 什麼人 八天的爆發 來喔 1 2 3 4 5 6 小巨蛋 小巨蛋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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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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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面 半面 還有一下 還有一下 伸下去 為什麼要幫我伸下去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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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他自己也沒有想要結束的意思 我們在幹嘛 為什麼小巨蛋很厲害 趕快幫你摘一下啦 好痛... 這真的太重了 謝謝 沒有 幹嘛有人突然衝上來啊 我光這樣子就是幫他們拿回來 然後我就快流汗了 對... 其實蠻重的 蠻重的 蠻重的 對 因為平常做腹筋生你不會去 當然啊 沒事幹嘛這樣呢 也不會有人突然咬在你身上來 對... 沒事幹嘛這樣 對啦 沒事幹嘛這樣 我們今天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 就是提前讓他們演唱會熱身 對 好好宣傳一下 幫你們一些訓練 所以我們演唱會上要做腹筋生 幫你們鍛鍊一下那個肺活力 對... 但是我們也要聊到 就是巴斯昂一路走來 其實很多貴人相助 對啊 好像一開始我們知道的是阿信 對... 那所以... 他是貴人 他是貴人 真正的貴人是不會一切 進不在言中 就是貴人 進不在言中 不在進 不... 我們就是貴人 沒錯 進在不言中 而且你們有一直合作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 因為大家都是玩地下樂團 然後就有一天阿信就是 就是朋友介紹 對 你貴人就是站在我的面前 就說我是你們的貴人 我就是... 你是跟玉琳哥見面嗎 沒有吧 就是這樣子 我是你的貴人 我是你們的貴人 沒有 他就 一開始我們那時候 做地下的專輯的時候 他就聽了我們歌 然後幫我們寫推薦 對... 就從這樣開始打響 聽說那個推薦是很... 就是很簡短 但是是很有力量的一個推薦 好像說如果你在就是 回來市場你想要感受那個 什麼心跳被撞擊 對 一定要聽過巴神耀的作品 哇塞 哇塞 就是你們的那種快歌的那種 打到心裡的感覺 像你們之前吃犀利趴對不對 是有跟阿信跟五谷一起合作 限定團嗎 對 那個時候有 就是Stereo的十週年的 是十週年 對... 那之後還有 就是還是會有一些合作 真的嗎 所以不是只有那天限定而已 就是看大家未來的時間 未來的時間是不是 大家都說真的都很忙 對... 但有機會也希望可以 對... 重點是現在有一個 已經不是秘密 因為他們一整集都在講 就是他們要準備在 準備開玩笑 我們9月1號開小巨大 對 我們現在就趁這個時候 好好讓你們選擇 好好講 對... 有點纏 對 就是 因為其實巴山要在 四年前開過台大體育館 對 然後都沒有舉辦比較大型的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在 籌畫萬人餐會 那本來今年就打算說 要辦萬人餐餐會 可是剛好我們小巨大時間 就在我們生日趴的時候 對 那這一次可以在小巨大舉辦 我們的萬人生日趴 算是滿感動的 因為可以跟一直以來支持 我們的聽眾朋友們這樣子 那希望不論是 從以前喜歡巴山要的 或是聽過巴山要的歌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舉 因為其實巴山要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算是比較 一步一腳印的樂團 那希望大家來看著我們的成長 因為我覺得其實 看到這五個平凡人 都可以完成小巨蛋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 只要堅持下去 都可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